新北市中和区警中理108年出现了趋工病病例 在学者专家和中和卫生所的指导下 开始进行病霉文监测 里长结合志工一做就是五年多 不仅让警中理成功维持低风险区 还成为示范里 吸引其他的里长来这里取经 新北市中和警中理志工 变身为防治病霉文小老师 把病霉文监测方法传授给中和警长理里长 警中理在108年出现了趋工病病例 透过学者专家和卫生所的指导 开始执行病霉文监测 一做就是五年多从未间断 现在更成为了示范里 其实我在山区非常需要 我那边蚊子超多的 对 那我们想要去了解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们怎么样去来培育 怎么来让我们里面都有这个蚊子的资讯 还有蚊子监测的这些资讯 所谓病霉文监测是在固定区域 放置餐油阻隔乳化药剂的诱卵桶 然后每周定时清点诱卵 来了解各区域病霉文指数 虫卵它有规则性 它就是属于长方 长长的这一种才是虫卵 它是白蟹斑纹跟艾基斑纹的虫卵 它就很明显就这一撮都是 像这种颗粒比较大就不是 厚厚一叠的纸是过去每周的记录报表 警中理回传给卫生所一同进行分析 五年多下来 让警中理的病霉文指数降低 维持在低风险区 我们可以发觉 我们里内哪个地方 它是属于比较重点的区块 志工他们就会用自制的肥皂水 那当然就是对环境无害的肥皂水 就是无灵的 然后就会倒到沟渠 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 它有放置那个幼卵桶的地方 那当然基本上解决数会减少 五年多的经验 让警中理养成了一套有效的病霉文监测流程 卫生所希望借重警中理的经验 推动登革热防火墙计划 今年我们就是想要扩大 帮我们综合区做一个防火墙的计划 叫做登革热防火墙 我希望你跟我之间没有蚊子 当有境外的移入的个案的时候 也不会有疫情的发生 所以我们慢慢的请那个警中理的这些志工 来帮我们担任种子老师 然后来教其他理 并霉文监测属于预防措施 走在防疫最前线 中和卫生所推动无闻社区 还要邀请更多的你一起参加监测行列